現在呢我們就來做一下庭院吧 那麼SYOM3D呢他可以開很多個 只要你電腦效能夠的話 就OK 這個 我們現在就開一個新的 那如果你要做庭院第一個動作當然要先有什麼 地板 對不對 因為你要做草皮啦或者是做地板啦都OK 那麼SYOM3D呢其實他有沒有弱點 有 他其實最大的弱點就是做 模型的能力比較差一點 他主要就是做牆壁跟地板 那其餘的你要做 幾乎都是透過外面做好的拿進來 所以這是他比較弱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呢你要做一個庭院的話基本上 是不是要有一個地板 但是呢地板在使用展裡面他把它稱作房間 因為他原本是做室內設計所以把地板稱作房間 中文並沒有翻錯因為他的英文 確實是用ROOM這樣子 那這個軟體其實是法國的 我們比較少用到法國貨嘛 這個是法國的 所以呢你來這邊 按一下 那通常各位這種小技巧通常都沒有看嘛 就直接關閉而已對不對 好 不管你是做牆壁還是地板 其實他就是一個多邊型的工具 跟各位平常用以達推特 這個photoshop的被子曲線一樣 所以呢你只要按一下放開 按一下放開就可以 那各位留意一下 我們左上角這裡有沒有一個直北針 這個直北針其實是有作用的 因為呢 你不同的緯度 不同的方向 陽光有沒有可能不一樣 有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是可以設定的 但是沒有設定也沒關係 預設就朝北邊 那我們在左上角這裡 0 0 就是他的原點 你 不一定一定要再靠到最 頂端這裡 你也可以從別的地方 只是呢在這邊 我通常會 至少比較接近一點 這樣的話呢 你在對會比較方便 預設他的單位是公式 你看我點一下放開 有沒有 你就可以移動 看你們家庭院要多大 你要10公尺的 你就到這邊 點一下放開 有沒有 當我變成三個點 就是一個面子就出來了 你不一定要正方形的 你也可以有這樣子 點一下再點一下都可以 那我再點到這邊 假設我差不多到6好了 點一下 然後到這邊要結束 你就滑鼠點兩下 咚咚 這樣就結束了 你下面的這個 平面就做好了 那各位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做完了 要做任何的調整 一定要回到哪裡 箭頭 如果你還在 這個 建立牆壁或地板 他就認為你要做下一個 所以繼續畫下去 這樣清楚 所以 如果說 你要做調整 你就回到這個箭頭 那你就可以 移動他 整個移動 我也可以 針對剛剛的四個角落 因為你滑鼠移到他上面的時候 他會變這個符號 按著他 有沒有就可以脫移 不過你在脫移的時候 你會發現 好像卡卡的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他預設有開啟 所謂的 吸附的功能 這個在我們講義上面 其實有提到 吸附 吸附 往下走 所以如果你想暫時取消 那個吸附的效果 你可以按住鍵盤上的ALT Windows的 好那如果你是Mac就是comment 這樣了解 好所以我們看一下囉 你看在剛剛在這裡 我在這邊 如果我現在只沒有按的話 他會這樣 我按住 我現在按住鍵盤上的ALT 有沒有就可以自由移動了 他就會暫時把那個吸附的功能取消 好那我現在呢 放開 當我在點他的時候 他就會 自動吸過去 好那哪一個好哪一個不好就看你 因為有些時候我要比較精準調的 我就暫時把它取消一下 就按住鍵盤上的ALT就好了 你放開之後他就會回來 好那 這樣子有一個平面之後呢 可不可以 做一個草皮 可以的 我們可以把它加上材質 所以你只要回到我們剛剛箭頭之後 調整完了位置 或 形狀 你就咚咚兩下 咚咚 好進來之後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單純的顏色 也有一個叫紋理 紋理就是像我們桌子上這個 樣子一樣 我們這個桌子 請問是 真正的木頭嗎 不是 他只是貼個皮在上面 所以 紋理就是那個材質 所以把它點下去 你看 那 這裡 一樣可以用搜尋的 我剛剛呢 已經有增加了 就是用這個免安裝版 其實裡面多了很多材質 但是那麼多 你要找不好找對不對 直接打關鍵字 炒 炒 有沒有炒得通通跑出來 所以我們使用戰地其實很方便 就是說他 支援中文搜尋 而且我們中文化的作者 他本身就是一個室內設計師 所以在 我們 剛剛給各位安裝的 放進去的這些模型材質裡面 有很多是我們中文化作者 他幫我們整理的 那台灣地區常用的東西 你就可以很容易在這裡找到 那麼你在使用的時候稍微注意一下 如果他後面有這個數字 就表示這個材質是比較大的 那代表什麼 就是他不會重複那麼多次 如果你選上面這種比較小的 他重複的次數會比較多 好那 我們看一下比如說找 好這個 這個蠻大的 400x300 確定 確定 有沒有這樣炒皮 就幫你貼上去了 那有的拼貼會比較明顯 有的 可能沒有那麼明顯 好這個就看 你的材質怎麼做 以後 沒有你滿意的 可不可以自己做 當然可以啊 在使用站裡面 這都可以很客製化的 所以你今天呢 需要什麼 我可以來戶外這邊找一找 你可以用關鍵字 好現在有了 那我們就 比如說你要種種樹對不對 竹林 剛剛 的方式 有沒有就丟進來 然後呢一個不夠你可以種兩顆嘛 就看你要種幾顆啊 啊如果需要石頭 你也可以拿進來 那我們就往下走 有 野餐桌 有 有盪鞦韆 看你要放到 有沒有這樣就 一個一個慢慢進來了 就看你拿 好我放這邊 石頭我也可以複製 Ctrl加C Ctrl加V 那大小你可以再調整一下嘛 甚至角度我們也可以做調整 但是我想我們先不用做那麼多 我們再找 一隻一隻 好丟進來 所以這樣有感覺到 還蠻容易的對不對 好你要找人就找 這邊有人 跟動物 那麼你要狗狗 我們就把狗狗拿進來 你要找人 我們就把人 拿進來 那這裡面呢有兩個人比較特殊 還有另外一個人也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他不在這個目錄裡面 哪兩個人比較特殊呢 我順便講一下 這裡 這裡有一個 男人 這裡有一個女人 有沒有 這兩個比較特殊 為什麼呢 你把他丟出來之後 我們現在看他是這樣子 但是你可以點兩下 抖抖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叫修改姿勢 按下去 你就可以跟他講 不然你舉手 舉腳 對不對 劈腿 你可以轉一下 因為有時候這個角度不見得好調喔 你看 我可以這樣 有沒有 前後劈腿要漂亮一點 喔 這樣有點虐待人 有沒有 頭還要這樣 完蛋了 這樣會扭傷 所以你可以轉角度 好了 確定 確定 他就跳給你看 有沒有 只有這兩個 還有一個在哪裡 在雜像裡面 在雜像裡面 有一個叫做 Motor 這個你們在外面 可能有些人會看到 這種的 木頭做的 修改姿勢 修改姿勢 有沒有看到這個 外面有在賣啊 對啊 有沒有 按一下他就 就 這樣OK 所以有些 他有 有些沒有 那這個呢 你就可以找找看 好不好 你可以先這樣子 先試看看 玩玩看 那下禮拜呢 我們就讓各位把這個庭院 把它完成 好不好 要做作業啦 因為我們有一些 還沒有提的部分 所以先給各位 稍微試看看 第一個就是你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 地板描繪 地板的話 原則上地板跟牆壁 都是什麼 多邊形的工具 就是點一下放開 點一下放開 那我補充一下 如果 中間這裡 你要增加節點 可不可以 跟以拉瑞特 這個 Photoshop裡面的什麼 鋼筆工具量 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鍵 增加 房間區域的節點 有沒有在這裡就多一點 就可以拉出來 那相反的 這個點如果你不要 按右鍵 可以把它刪除 刪除 應該有一個刪除 我沒有點到那個上面 按右鍵 刪除 有沒有 如果你沒有點到那個點的話 他就會 選不到 沒有那個選項 好不好 剩幾分鐘 給各位先玩玩看 先對這個軟體 有一點熟悉 這樣下禮拜 你再來做 就會比較清楚 吧